一场哼唱淋漓的三比零,一次刺美如画的高效打击,连续的暴力美学,恒大开门红莹有金有,开闭电影大片。 面对来访的天津天海,广州恒大狂轰16角射门,踢出了超级四中场的画面,保利尼奥,塔利斯卡,何超,张修为四人演绎梦画四重奏,成为了全场比赛最大的亮点。 正是四人在攻守两段的强力支撑,加高林,韦世豪,得以在风险充分施展蔡华,减轻了防守段年轻中卫的压力,最终让恒大全队除了赵明鹏外星星闪耀,其中,韦世豪和冯霄亭,成功洗刷了此前的争议。 本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完美体现了许家印在东窗的初衷,让政治先兴退出主力,场上只派出二万元,用导塔组合的超强能力,驱动年轻人快速成长,踏帅在战术体系中,也给两人定位奶爸的属性,同时成为顶级B球B中场,为攻守两端的本土球员保战护航。 在两人的带领下,张修伟一以外成为了后格的B球B中场,满场飞奔的跑动能力比肩宝塔,三人在比赛中的高光表现,可以由两个镜头得到证明。 镜头一,比赛第50分钟,保利尼奥从中场开始断球发动快速反击,完成传球后,高速套边插上行程接应,塔利斯塔接球后,则快速推进赵峰线的高林,最终由高林传出关键球。 塔利斯塔在禁区外施展中炮射门,虽然没有取得进球,但是,保塔两人的绿叶属性和B球B属性均得到了体现,进攻层次感非常。 明显,而且进攻效率也极高,完美摆脱了上赛季疯狂传中不进球的局面。 镜头二,比赛第66分钟,广州恒大从左边陆发展胜组后,迂回传球拉持天海阵容。 张修威在中前场得球之后,先决计送出了横跨30米的长传球。 提球精却知道直接找到了进区内的冯萧婷,冯溜在极小的角度下,完成世界级破门,从而为恒大锁定胜局。 这一进攻让张修威成功接班争执,不愧为卡纳瓦罗的爱将。 另外,何超在比赛中也表现神勇,他在防守端旅线绝技,多次出色的上抢断球和补位拦截非常到位,也让人看到了政治的影子。 他与张修威组成的本土中场,可以让政治安心养伤了,从而也加速了政治的退役进程。 梦幻四重奏闪耀全场,鲍利尼奥,塔利斯卡,张修威三人成比球比中场,还上映了双新线绝技的经验表现。 恒大本赛季的双冠目标仍不会是空话,有超级四中场做支撑,恒大将踢出整体强大的攻势足球,找回巅峰时期的控制力和爆发力,力争一个赛季磨合出一套全新的国角阵容,为国角队和志乐部双线做保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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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